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晓鱼 你听到了吗 老婆 我就在你的身边 你不要怕 快点醒 我跟逗逗 都好想你 快醒了 乒乓 二濮 二濮 一 二濮 三 三 二濮 一 你何必在我身上 花那么多时间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 如果要我去 喜欢别的女孩子 我告诉你 我根本做不到 因为我喜欢你 你不像其他的女孩 你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家人一样 现在我也只剩你 这一个家人了 忘记了最初的美 原来发现爱就在身边 原来发现爱就在 我有朋友 然后应该什么 卖国家人 还要充满 把事 dress 走 你看 我 好 宋游行程 退后半个小时 贝贝 来 坐 你怎么来了 下周二 陈希要出海 我本来想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 我下周二要参加一个颁奖典礼 我的广告入围了 恭喜你 谢谢 我们会在码头 举办欢送会 如果你能来的话 那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来的话 小心 我会跟陈希去环游世界哦 好了 我知道你还有事要忙 我先不打扰你了 我走了 这一年多来 你不离不弃 每天照顾她 能嫁给你 是小玉命号 照顾小玉 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你不懂 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你这样的 要是换做我 像小玉这样躺在这儿 不要说一年了 我看不到一个星期啊 我的前夫 就算不申请把管 也会踩着我的氧气管了 没那么夸张吧 那是你不了解 她整天好吃懒做的 就光靠我给她的善养费过日子 来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小玉 她真的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吗 我觉得她听得见 真的吗 小玉 你赶快起来啊 如果你再这么睡下去的话 小心 我抢走你男人 我说你啊 就别欺负她了 这叫激将法 对付证人很有用的 贝贝 你陪着小玉聊一会儿 我出去找一下护士 小玉 你以前总说 羡慕我事业有成 你知道吗 其实我才羡慕你呢 嫁了一个这么爱你的老公 那像我 穷得只剩下钱 老婆 豆豆昨天考试啊 考了七十五分 又比上次进步了 我问她要什么礼物 你猜她说要什么 她说呀 要吃我做的馒头 这丫头 这丫头 这一年豆豆成长了不少 比以前董事多了 以后她不会再跟你斗嘴 惹你生气了 阿龙 今天天气不错 是啊 所以带着小玉出来散散步 晒晒太阳 这一个多月都没有看到你了 往这儿拍片啊 我爸过时了 哦 什么时候 大概是个月中 新狗 去世前 我哥跟她吵了一架 过我结婚的事情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她在世的时候 我们父子俩吵了一辈子 到她走了 才开始珍惜后悔 不认识 本来你们是受害者 却要在这里听我不停牢牢 没有啊 这祸发生以后 你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 我跟小玉 早就已经把你当成是朋友了 真的不怪我吗 一点不怪那是假的 不过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的 仇恨 抱怨 并不能解决问题 对彼此 一点帮助都没有 更何况我眼前还有更重要的要珍惜 不认识 我们的进度是这样 那除非你让我 我本来是进境 拉成中境 再拉成全境 那这个地方你看 他们的报价单 我们已经收到了 个别条路 我觉得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会请您签字的 好 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再上班吗 我看今天天气好 就出来走走 一会儿就要回公司了 有没有兴趣一起出去啊 一会儿还有会呢 我马上就要出海环游世界了 你没有办法参与我的梦想 但是你可不可以 满足我最后的一个要求 我们过一天没有工作 没有手机 只有我跟你两个人的日子 好吗 有时候爱情像是一道难解的谜题 我没有天分参透着谜底 直到有一天忽然东西了爱的意义 我像是因为遇见了你 为你晒干了难过 丢掉寂寞 每一次任性都是甜蜜折磨 把你头靠近我 放肆的大声的说 我要让全世界听到你快乐 我爱你 我爱你 爱着你 只想要给你 一百分幸福 我爱你 我爱你 不要再怀疑 一百分幸福 你也不 sah 就取老公 你是负责的 我一定会负责 很方便 不要在负责 你会负责 我负责 他负责 这帅 这帅 和责 我负责 我负责 你俊责 你俊责 自己的 我负责 你俊责 我负责 你俊责 陈歇 你说茗玉现在做什么梦呢 我也不知道 我希望 她做的是一个快乐的梦 那可能是个有钱人的梦吧 你 我开玩笑的 陈歇 嗯 我说一句话 你别生气啊 说吧 你有没有想过 茗玉要是一直这么下去的话 你怎么办 我从没想过这件事 我相信 她一定会醒过来 一定会的 我相信每次都在靠下 那就不要再让你 那公子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大概半年或者一年 万一运气不好 遇到暴风雨 也许就回不来了 你别乱说 你不会有事的 陈希 你答应我 一定安全回来 好不好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不过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不在的时候 你也一定 要像青天一样开心 最面目的也只是经过 越放不开手 越会执着 相信爱 认真就能结果 要是心切心的承诺 到最后 虽然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也背对背沉默 但是我会带着我们 所有的快乐回忆 而且 每到一个港港 我就寄明信片给你 让你知道我在哪儿 学会珍惜 却发现 爱不见了 如果不开心的话 那天真的深远 就对着大海说 怕当时坚定的执念 海风 会转高快 把不愉快地说出来 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 说不出口就越会难过 就越会难过 人心只是 害怕失去更多 别哭了 分享悲喜的两个人 最美好的也只是经过 越放不开手 越会执着 相信爱 认真就能结果 又是心贴心的承诺 到最后 再见 别背对背沉默 好 陈夕 你看茗玉怎么了 医生 医生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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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她怎么了 你们出去 出去 都出去 赶紧出去一下 出去 出去 好 出去 宋先生 初步的诊断结果呢 是脑水肿造成了脑压升高 我们呢 先用药物质量 看看能不能缓解水肿 降低脑压 万一不行的话 我们在做引流的手术 但是 现在麻烦的是 宋太太的器官 已经出现了衰竭的现象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水肿吗 怎么现在又变什么 器官衰竭了 是这样的 有可能受到感染了 万一出现多重器官功能障碍 那就麻烦了 什么意思 有可能导致休克 也有可能死亡 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我告诉你 品尼浩 露虎 你也别太担心了 明浴不会有事的 阿宝 阿宝 有一件事情 要麻烦你 没什么好麻烦的 有事你说话 带逗逗 来医院 好 各位现场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最佳创意奖 入围的有 日生水 雅致化妆品 以及绝位押博 那么最佳创意奖 得奖的是 Play 广告 李明玉 恭喜阿宝小姐 恭喜阿宝小姐 恭喜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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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广告圈可以算得上是 Play 广告 独领风骚 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都是出自李明玉小姐之手 让我们马上有大屏幕 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就幻想的是 停 迪哥 快 快 出去一下 出去 出去一下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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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获奖人至此 我就给我 putting my spare soul 对不起 谢谢 verlier enter the body 无态上 以前 以前我总以为 自己很有能力 可以改变世界 可是慢慢地我才发现 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所以我想改变生活 来实现自我价值 可是当生活不为所动的时候 不会想改变别人 可最后当我经历了一切之后 我才发现 我改变不了任何人 所以我知道了 我可以改变自己 我只要改变了自己 也许 也许有一天我就可以改变别人 改变自己的生活 甚至改变世界 我只要改变了自己 所以当我 当我拥有改变这一切的机会的时候 我告诫自己 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努力追求梦想 实现自我价值 所以今天我才能站在这儿 所以今天我才能站在这儿 贝贝她有阿庞 可是 我喜欢的是你 如果有一天 你实现你的梦想可以去环游世界了 你会带上我吗 你 当然了 你是我的贵贵 可是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你就永远没办法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我只会成为你梦想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俩在一起 很多年之后 我们只会看到彼此身上的全部缺点 奶奶跟爸爸的离开让我知道了 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我弥补了我以前所有的遗憾 可是我发现 我也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这地方太高级了 我还是习惯在低调点的地方吃东西 工作那么辛苦 偶尔犒劳一下自己也是应该的 一课牛排要六百块 我的胃又分不出多少钱一斤 十块钱的拉面也能吃饱 干嘛要把钱浪费在这里 我以为 我只有不断地追求不止财富 我才有爱人的能力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让我爱的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的办公室 我帮你租的 这里是你律师生涯的开始 我没有打算看事务所 现在 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的就是你的 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这地方虽然漂亮 但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 我还是住家里吧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自有自在的 我就别跟你添麻烦了 你们有空啊可以到我家里来做客 外面有个大院子也可以来烧烤 我们还是在海边待着比较自在 你看你这儿这么高级又这么干净 贝贝 要不你搬过来住吧 我一个人住也挺冷清的 我们可以住一间房 晚上可以聊聊天 不用麻烦了 住在这里 不但适合我 我还是住在海边好了 贝贝我说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你看这是这么多奇珍异宝 万一再摔了把咱仨卖了都赔不起啊 晨曦 再坐一会吧 不了我们回去路远 怕堵车 下回再来 不好意思啊 走吧走吧 不好意思啊 可是到头来我才发现 我们想不相信 我们还不许多俩 那有点 我来治愈是 它的不能把主意 在此之后 我只会有友谈 但就是 我们不许多虚传 我会生成它 你也不懂,我环游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 经济基础并不等于快乐多少,快乐是在心里,不是在口袋的。 如果你过着自己不想要的生活,你怎么会快乐呢? 小玉,你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看人,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们牺牲了爱情,牺牲了婚姻,甚至牺牲家庭,疏远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到头来,我们也许真的得到了事业上的成就,可成功后的喜悦,却没有人能跟你分享。 也许女人注定这辈子就要做这样的平衡工作。 女人不能没有爱情,可是也不能只有爱情。 所以注定这辈子就要在两者之间平衡。 她们以前有过希望的,你不记得了吗? 只要能坚持下去,希望就还在。 希望在哪儿?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就你那点工资,连生活费都不够。 你以为童童的学费怎么弄来的? 还不是我给人做家中,我一小时一个小时我这么撞回来的,可到头来你还说我自私。 这些,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当初嫁给你,我爱你,这些我都可以忍。 可是我的孩子不行。 宋晨熙,当初,当初你跟我求婚的时候,你说的那些,你根本没有做到。 如果,如果早知道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步,我根本不会嫁给你。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恨不得不要认识你。 可是直到今天我站在这儿, 手里拿着我梦寐以求的奖杯的时候, 我才发现, 女人的成功不是事业的辉煌。 而是可以拥有一个,爱自己的人。 一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美满的家庭。 小玉,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那些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想再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忍受我不想过的生活。 人生呢,就是要把握当下啊。 我马上就要出海去环游世界了。 你没办法参与我的梦想。 但是可非满足我这最后的邀请。 我们过一天,没有工作,没有手机,只有我和你的日子。 好吗? 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为了实现她的梦想。 不断的付出而不求回报。 可是我知道现在她知道。 ,是何萌子。 因为她之前做的梦想。 也会这样做。 那我是一枚,也不会很贵的。 您是一枚。 非常简单。 您是一枚年。 您是一枚。 您是一枚。 您是一枚年。 可以说老实话 刚才听完他那段话 让我犹豫 但也让我更加坚定 我想不管是我的犹豫 还是我的坚定 都是因为 我比从前任何一个时候 都更加了解他 我比从前任何时候 都更明白 此刻 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为更加有勇气 更加自豪地战略者 向全世界宣布 领域 外人 所以 不管怎么样 我会再问你一次 再给我一个机会 你愿意 嫁给我吗 小玉 不好意思 出去一下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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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弃 先生 先生 给你出去一下 放开我 来 来 可点 原来发现爱却在 等等 小语 你撑了那么久 我不准你放弃 加油 你还有痘痘 你还有我 你不准死 给我写冠 你对那么多事情都不满意 我还没有弥补你 你凭什么现在就放弃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的生活里面的梦想 还有你 我想照顾你 让我照顾你吧 他对于我也许只是一个礼物 可是对于你 他让你离自己的梦想又远了一步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嫌我穷 觉得我 觉得我配不上你 如果真在一起 我养不起你是吗 不是啊 那我们在一起 那我们在一起 又算什么 我还缺一位副船长 你愿意来坐吗 你要担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来以后 回来以后 我们可以开船载客人出海帮光 钱可能不多 但是生活一定没问题 可以吗 小姐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陆地是分割的 但大海是相连的 你有话想跟我说 就对着大海说 海风会把你的话传给我的 人手走在广场 胡说 哪有这回事 是真的 不信你试试看 茗玉 我喜欢你 我非常喜欢你 才是天堂 我很高兴你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 而我 虽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梦想 但我一定会永远 对不起 不要信你 不要信你 懂了有人在想我的我的地方才是天堂 一路水泵 阿鹏 保重啊 注意身体 不准难过 大家保重 谢谢 谢谢水泵 加油 陈希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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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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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对不起 没事 对不起老公 没事 都过去了 没事 都过去了 过去了 谢谢 你确定要下海吗 真爱 其实一直都存在 只是我们习以为常 忘了它的存在 人生的旅程 未必能尽如人意 但是不论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 我们一起牵手走过 走 人无法改变过去 但我们可以选择 如何面对未来 因为有你的陪伴 我 不再害怕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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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